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還記不記得,香港有一個姓梁的KOL 很關心英國,來了香港人的生活 不停地提醒香港人,英國是一個治安非常差的地方 特別在倫敦,千萬不要出野街,隨時被人搶東西 他將英國的很多這些罪案的新聞 登了在他的社交媒體上面 然後呢,其中一單呢 就是說,有人在光天化日下 被強搶,帶在手上的勞力示錶 他就說呢 英國倫敦呢,是一個道賊如無的地方 出來之後,當然就是治安的東西了 全世界都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治安的問題 有些東西都是五十步,少百步而已 然後也有人去反駁 說,喂,香港現在成為了國際大都會了 一百刀就說,劈油這些東西就經常都發生了 你說英國也有啦 有一些罕有的,比如槍擊呀 又有年輕人殺了年輕人呀等等 我們看新聞也有這樣的報導 英國那麼大,什麼事都有啦 我不會覺得英國治安好的 絕對是去夜街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但是香港的治安又如何呢 是不是值得拿出來跟人家說 我們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你倫敦那麼不同呢 隨時會發生危險呀 道賊如無啊 是不是呢 這些去唱衰人家來說好香港故事呢 這些方法呢 其實是 最後就是效果適得其反的 老實實 剛剛有一個新聞出來 日本駐港總領事館 在昨天的網站發佈一個特別提醒 他有一個統計數字 就說今年頭兩個月呢 是錄到 3341宗 杜洩案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7% 我真的不說 我不知道呀 3000多宗杜洩案 兩個月而已呀 即是1月到2月 現在4月啦 一個月裡面有1,700宗 靠去年同期升了4成 呼籲在香港的日本人 在香港旅遊期間 要看管好財物 小心爬首 這個網站是這麼說的 日本駐港總領事館的網站 就是說 關於爬舌和搶劫的案件 就有安全媒報導 香港頭兩個月 這個盜竊案上升 不少賊人犯案地點是遊樂場 商業設施 廁所 和出入口附近 因為受害人的注意力 較容易分散 總領事館是這麼說 以接獲多宗國民 遭搶劫的求助 當然如果你香港治安很差 但是就沒有搶到日本人的 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就不會這麼關注 現在有嘛 多宗國民都會搶劫的求助 其中兩宗就發生在尖沙咀 一宗是事主給賊人 從後 駕車搶走財物 不知道是不是駕田單車 另一宗就是 被爬首在背包那裏 偷去貴重的物品 原來警方的數字真的是 今年頭兩個月的盜竊案件 達到3341宗教去年 同期 增加了37% 雜項盜竊 店舖盜竊 分別佔1797-1207 爬竊 增加了一倍 佔51宗 這個數字就不是 日本中理事館作出來的 又不是用來抹黑香港的 如果不是就 你知道我們的官員很猛的嘛 立即就發表聲明了 強烈抗議 建決反對 絕不接受 現在不是 是警方的數字來的 是真的三千多宗 兩個月 加起來 一個月平均 就是1700宗 總領事館 日本總領事館就說 國民在香港旅遊期間 時刻 要看好財物 看管好財物 貴重的物品 應盡量隨身 特別在人煙囚蜜的地方 包括機場 港口 港鐵 鬧市和旅遊景點 要檢查 周圍的環境 保持 警惕 除了貴重的物品之外 重要的就是 你們的護照 銀包 不要放在一起 把背包放在視線範圍裡面 走路的時候 不要只是 打電話或者聽音樂 最好背包 背著在後面 不要那麼容易被人開到 如果你說有些 貴重的物品 包括銀包 鎖匙 這個護照 最好就是用一些隨身的 夾著 放在前面 有些肉酸的 那些女士未必肯 日本女士 比較優雅 我其實說這個新聞 目的就不是 特別說香港的治安壞 如果 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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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一個 相對安全的城市 是相對安全 但是 如果一個月 裏面有成1700宗平均 盜竊案包括這個 爬竊案入屋 盜竊案 雜項盜竊案 不知道是什麼 那麼多的話 那麼你周圍向人 跟人說 我們 就是 亞洲優秀的警隊 全世界最安善的城市 之一而已 不是沒有之一 你很難說得過去 很難說得過去 英國政府從來沒有 說倫敦是一個安全的 治安是一個很好的城市 我看到新聞跟大家說 在英國的朋友 大家也要注意 很流行搶 這個 手機 怎樣搶呢 有些閉路電視應該出來 在英國 不僅是在倫敦的 其他的 比較旺的 也有的 就 有人就用 行路的方法 跑的方法 就走過 你打電話 一手就搶出來 然後就跑 更加你沒有仇報的 你追不回的 就是 用電單車 電單車 在你後面 你在走行人路邊 他在行人路 同馬路中間 就一手搶了你的電話 就走了 我不知道 爬舌等等 譬如 我知道 歐洲很多國家 包括意大利 西班牙那些 都是很嚴重的 去旅行的朋友 一定要 好好地 看管 自己的財物 包括有很多人 這樣就沒有了護照 沒有了信用卡 就立即被人打 是很厲害的 很快的 在歐洲 很多國家都是 在英國 我就看到這樣的畫面 所以大家要注意 英國從來沒有 去吹 說自己的 治安是好過其他的 國家的 從來沒有吹 所以現在看到 連日本總領事館 突然之間 都發了一個 特別提醒 在網站那裏 給來香港 旅遊的 日本人 要注意的話 可能這個治安的問題 因為他有 不少 不少的 自己日本的 國民 遇到這樣的情況 這些治安的問題 你怎樣向外說香港故事 你怎樣在社交媒體那裏 吹噓 怎樣去抹黑 人家說你盜賊 如無 沒有用的 現實是最能夠說明問題 你連這個 楊威國際 我們除了國際 大都會 這個 響噹噹 鏘槍有聲的 這個名字之外 一百多個都說 曾經一段時間 幾乎每天都要斬人 的個案 有時是甚至 一日有 不止一宗 斬人的罪案 什麼都有的 黑社會 欠債 劫人上車 劫不了 就斬雙人 有些人一下樓 就手手腳腳斬 很多這些罪案 所以我看到 那位姓梁的KOL 最近都沒有再 吹香港 治安有多好 英國治安有多壞 因為 有些東西你講出來 自己都會面紅 那我就 經常都說 警匪 其實 為什麼會出現 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 為什麼那些匪徒 或者是犯罪分子 會這麼猖獗 肯定是 警察 辦事不力的結果 又或者他們根本不怕警察的結果 不怕警察才會 每天都有斬人 不怕警察才會有這麼多的盜竊案 是不是 就是 你的警察那個 震懾力量的權威性 根本可能到今天已經 沒有了 公信力 可能都沒有了 是不是 市民又不是很服你 那些又覺得你的精力 現在 最矚目的案件不是那些刑事案件 最矚目的案件就是 撥水截 射警察 在網上發佈一個 改頭換臉的 變成黑色的一些 驅徽 驅旗 又或者是 在網上發表 這個 所謂的煽動的文字 想觸發大人憎恨政府 重點放在那裡 然後又有更多的 休班警 當席警 退休警 那些 層出不窮的 這個犯罪的案件出來 你想想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做賊的 會不會更怕警察呢 覺得 重點不放在我身上 而且 你的權威性已經無助了 你和我都沒有什麼分別 你一樣是犯罪 我怕你什麼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現在我們香港威 說好香港故事去到日本 就說 我不知道他那個 我不懂得看日文啦 他的網站有沒有寫 香港 盜賊如無呢 就像那位KOL 好了這一節就暫時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食口法的channel 在尾的時候就跟大家講一聲 明天 做完明天啦 做完明天不是停 我想在這個周末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 就休息兩天 真的不做了 不會說去到某個地方 有WiFi我就做了 不做 因為都 去探朋友 都想真的 盡量休息一下 星期六星期日 就沒有片看的 大家 到星期一 然後再跟大家見面 好嗎 請你們諒解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我會想要休息一下 就真的 非常請假的 我會想要休息一下 小西でも 我會想要休息一下 你會想要休息一下 你在這兒 我會想要休息一下 我會想要休息一下 你那邊 我會想要休息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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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